好回到来讯时今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呢这个青春作伴的单元 那今天的话呢听到这一首Queen 非常知名的英国摇滚乐团的天团 的这首歌 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们呢青春作伴单元的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他其实我想对于四五六年级生吧 正到现在为止 他的歌呢都不断的传唱着 那他从以前的几个带有摇滚气息的歌曲 到现在这个到了老不休 这样的一个很坦白的唱出自己人生的心境 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难得 而且呢都是很有滋味的这些好听的歌 最近很开心的现场邀请到的那是赵船 哈喽 早 早 蓝雪原你好 对对对一时之间不晓得怎么称呼 我听你们的这个气质宣传人员都叫你船歌 对对对 OK好那我们叫你船歌好了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叫法 这也是一个尊称啦 因为讲到台湾的这个摇滚歌曲 或者说台湾 其实你的歌有点摇滚气息 但是也不是那么摇滚 对他当然还是以摇滚的这个方向比较 风格比较为主啦 但是就说他可能没有像国外的摇滚 大家所知道的或是刚刚像听到的这个波西米亚光想曲 那么的冲那么硬这样 然后那么的写实 当然有些也是写实 当然当然主要都是情歌 写实是里面的歌词对于当下的这些社会的氛围啦 感情啦生活啦等等的描述对不对 对对对对 比如像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Queen这首歌 可是因为每次听到这个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在念书嘛 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好像在讲自己 因为他每次讲那些故事讲一个男孩 他的一个遭遇这样子 我蛮就是蛮能够投射到我的这个 蛮被打动 那个的那种心情 即使说我当然也许不像那个里面的男孩说他准备要 因为他犯了罪 然后他对不起他妈妈 然后他就要告别 要告别要去流浪去了 那如果说其实我觉得那种这个摇滚乐在年轻时 这样那么打动你 后来其实你有组团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为什么我伍传也在想 为什么台湾比较没能够去发展出这么摇滚的歌曲 我觉得还是市场的关系 当然现在的那个我觉得市场的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了 他已经涵盖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大中华市场 甚至当然原本就有的东南亚 甚至就是现在全世界很多只要有华人地方 他都是市场 但是我觉得就现在台湾台湾的摇滚还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情歌 还是讲一些励志的东西 比较没有像国外那么写实的 甚至就是任何种话题都可以都可以作为歌词的考量 但是台湾市场太小吗你觉得还是说台湾人就是喜欢和乐一点 不要太冲突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觉得西方的摇滚乐 它的发展是建立在它整个社会民情包括国情 比如说他叛逆啊 呐喊啊 冲撞啊 所谓叛逆呐喊都是来自于比如说社会的阶级不公 对 或者是对于政治的批判 对啊 等于就是说他们的民主政治其实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的 成熟 成熟 所以那种成熟是说它的厚度比较厚比较大 然后其实就是说当有一就两党的时候 有一方就是说做的比较over的时候 另外一党就会就甚至就是说他属于他的反对者 比如他是治理的不好 像当年柴奇尔夫人在英国 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一种有乐风叫做庞克 对对对 那个批判性是极强的 而且是完全就是非常直白的 就是甚至宣扬无政府主义这样子 OK就他们的民主的厚度厚道说 你可以用音乐来做批判 做社会批判 然后大家也都接受 因为就是他的政治就是 比如说施政的也许就是施政的让老百姓不满意 那不满意甚至让老百姓失业率太高 当失业率太高的时候 年轻人他没有钱赚 他没有明天 他觉得就是他要宣泄 他就用那种非常极端的方式 当然就是说更 我觉得更聪明的是就是说是 用一些有隐喻的事 隐喻的方式来去让有一些觉得 因为总是你去说 刺牙裂嘴的或是很张扬的方式 对一般所谓的这种中产阶级 他比较不能接受 所以有些有些比较聪明的摇滚乐手 他就用那种比较隐喻式的 比较包装的 比较包装 然后甚至是有点讽刺的 让这些中产阶级会真的有去感受到 甚至意识到这样子的社会意义问题 或者是政治的问题 或者政客的这种问题 但是我觉得所以对台湾来说 台湾的你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一定会有 不管是什么党执政 都会有一些你想要去讨论的 批判的就不满的 但是台湾是真的就比较 没有这个气候感觉起来 我觉得比较有的 事实上一开始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抓狂歌 抓狂歌比较有那个批判的强度 抓狂歌 他这个歌是产生于 就是说过去在威权时代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那个戒严刚刚 有所谓的对立面 而且是很明显的对立面 那个对立面是积压很久 那当然就是台湾经过这个阶段 政治的变化 社会的变化之后 主要是从我们那段开始 大家认为好像 这样对立面已经没有了 其实这个更可怕 这个我觉得是在这里 就是大家不知道对立面在哪里 所以从好多角度讲 是台湾没那么尖锐的对立 你这样讲 其实也代表说我们的 不管哪一个党执政 到现在为止 虽然就是每一个都有执政跟在野 中间都有一些话题 觉得有不满 有讨论的地方 但都没有那么尖锐到说 需要社会的不满情绪 可以累积到用音乐 就是还没有尖锐到 那个对立面是 他还没有到糟糕到像 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你看 如果蓝轩你如果常注意 如果政治的这方面的讯息 国际的 美国有时候他失业率 可以到什么10%这种 那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 我们大概4% 我们就4 5就 就该该叫了 英国也是 他曾经最糟糕到10几 这样就是那个 才齐了之前那个年代 那个对年轻人来讲 那是完全就是说 可能有10个里面有几个人是没有工作的 就说那个已经糟糕到 就是说年轻人觉得说 我不得不要去 去对这些当 就是说执政者做一些反抗 这样子 就说你们实在是干的太烂了 这样子 也不然就是要有一个集体氛围 比如说反战时代 那个年代里面 就有个全球的一些什么样的氛围 不总而言之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背景 所以即便赵传传歌很喜欢 The Queens的歌曲 但是呢唱着唱着 你也就唱起了 传世情歌来了 就是 对了 所以你当初是有团的 有团 而且我们那时候的团都是属于 就是摇滚乐的 很重摇滚 对啊 很重的摇滚 那你们那时候很重的摇滚 都唱谁的歌呢 就唱外国的歌曲了 主要都是covered 就是翻唱 比如说我之前 待过一个乐团叫 金属小子 然后叫Metal Kids 然后我这个 我第一个这个团 然后后来离开这个团之后 张宇生去接了我的这个 主唱的位置 后来我就到了 现在我的团叫红十字 那红十字 Metal Kids的歌都比较流行的 就摇滚 是这样子 红十字是 就是真正的重金属 比如说像 什么黑色安息日 Black Sabbath Ozzy Osborne 然后Iron Maiden Bon Jovi Gunson Roses OK OK 都是这些比较 就是真的是那种批判性 比较强的乐团 比较凶的乐团 比较凶的乐团 但我现在看你非常的和蔼可亲 完全想象不出很凶的感觉 我觉得那可能是 就是说 到了人到了中年 了解了很多事情吧 你明白就是说 那样子他们之所以 其实我也当然也有像蓝轩 那样子的执行过 我就是说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就是说我们像西方那样 因为听起来很过瘾 你知道吗 就是说它总是一种情绪的出口 不管说现实的生活 有没有那么强烈 强烈这件事情 跟愤怒跟不安的情绪 是很主观的 但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少 这种类型的歌 因为台湾就比较注重 好听的旋律的歌 那国外的是 他们讲的就是说 我这个讲的歌的情绪 是符合社会这个脉动 比如当下的政治氛围 或者社会氛围 那种歌出来给我感觉 它投射到 我觉得它帮我宣泄了 这个我的很多的不满这样 然后就去接受那样子的作品 甚至就是它不在意 就是它那个旋律是否 我们讲说 是不是舒服 是不是月儿 对对 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真善美 真实良善完美这样 他不考虑这些东西 他就觉得 哇你讲的 或是你那种节奏感 让我觉得得到宣泄 对呀 而且这个是我亲眼 曾经真的去美国 那时候我去做一个 就是一个朝圣这样 到一些我知道的 这个知名的那种 就是Live House OK Live House去听 酒吧这样 你就看到年轻的 20岁的年轻人 在台上在那边唱唱 台下在那边 忽然撞来撞去 撞来撞去 你会觉得说 音乐只是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背景 然后甚至是那个节奏 然后他在 趁着这个背景 这个节奏当中 他觉得就是说 他白天可能 面对是限制生活 到了晚上 他需要一个地方 让他去完全的宣泄自己 对呀 是啊 那所以你觉得 台湾现在的 有一些也都是说 号秦是摇滚乐团 但事实上 应该也都还没有到那种 真正你心目中的 也有 台湾现在也有 台序摇滚 五百有一点 但五百不太唱 我们讲到的社会批判 对对对对 他还是有点 也是情歌 也是情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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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一些什么 那些酒吧 有看过一些这样子乐团 OK 那但是就是说 那个都属于小众 严格说起来 我觉得 就是说 摇滚乐 在台湾并没有真正的大流行 嗯 我可以这么讲 感觉起来是这样 即使现在有一个团叫五月天 他是标榜摇滚 他那个摇滚精神 跟我们说到的西方那种摇滚精神不太一样 他没有那么强的批判性 所以他的歌也好听 然后他也没有那么的 就是说技术上面的呈现 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摇滚乐团 比如说吉他手一定很厉害 也来个solo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鼓手很厉害 或者是被子手很厉害 或者是歌手很强 就是各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我觉得就是说 唯一在台湾真的大流行几个 我们知道了欧美的流行音乐的风格 大概R&B 当然抒情歌曲一直都是吃的 R&B然后Rap Rap是一两年有 这两年非常非常流行 还有电音 这几年也是受大家介绍 但是就是摇滚的话 他没有像这些其他种乐风大流行过 当然就是说很多人 也是知道这些西方的这些乐团 但是你说真正来过台湾的 比如说我们讲 大概最红就Coldplay吧 《枪雨玫瑰》 Gunson Roses来过 Bon Jovi来过 那都比较早以前了 Linkin Park 比较新的 或者是Journey 或者是Queen 当然Queen来的时候 他们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 已经不是原主唱了 所以听起来是有点小小的遗憾 即便就我这歌迷的角度来看 我也觉得 但是不论如何 台式摇滚有自己的台式风情 我们学学回到现场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赵传传歌 来聊天 赵传最近出了一张专辑 叫老不休 其实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小时 其实也播过 很好听 我觉得很好听 只是说我们刚刚也讲到 没有那么摇滚 OK了 一方面台湾本来这样的土壤 可能就不够丰厚 二方面的话 刚才川哥也讲了 其实好像跟年龄 舰长 棱角膜的比较原有关系 我还开玩笑 我也跟卢大佑这样讲过 卢大佑现在有了小孩 我觉得他整个也是像个慈父一般 歌曲都还是很好听 但是呢 就是整个人的感觉 就透露出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这种人生旷位 所以这张专辑 为什么会用老不休来呈现 其实简单讲就是 它是一个双关语 它那个修 不是修养的修 是修习的修 就是活到老 唱到老 摇滚到老 然后希望就说 就藉由这一张 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有别于过去 那十三张专辑 这是我第十四张专辑 你有真的很觉得说 要有别于过去 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就是因为大家对我们的形象 都太熟悉了 就是刻板就是小小鸟 很丑很丑 当然你就希望说 在这个阶段 人生下半场开始 你其实说还在这个音乐路上 你希望就说那个路 就像这个名称 它老不休是有点幽默感的 自我解操的 要有趣 要鲜活 所以你希望自己的这样的未来路 即使是摇滚 它有很多摇滚 其实有很多种 刚刚我们讲的那种是一种 是比较凶悍 也有很多有趣的 甚至是 你知道是真的是比较快乐一点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 也许这个音乐的路 就是往这样的老不休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样的角色定位走 OK OK 所以那这样的有别于你 过去十三章的意思是说 过去比较多 你会怎么定义你以前的歌 我就应该这样讲 所以你未来 因为你刚才讲比较快乐的 比较有趣 甚至就是说 如果它真的是有点摇滚的 这种风格的话 甚至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一些 不是那么的凶悍的方式 而是用隐喻式的方式 我想也许未来会多一点 你会这样子做 OK 所以你真的就还是想把一些摇滚元素放进去 对对对 因为摇滚 摇滚它也 当然就是说 后来后期到60年代 70年代摇滚 那可能都是 它都是建立在一些比较批判性的 因为对年轻人的愤怒无处宣泄的 但是就是说 对于一些 我仔细去研究 其实有一些乐团 他们当然有些是凶悍的 有些是就属于那种 他唱法是 或者是他的音乐风格很凶悍 可是他的那个歌词里面意境是 他其实是在隐喻的 他是在隐喻的 在暗示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最高明的 他是当中你感受到那种智慧 我觉得这也是岁月 带给人的礼物 就是说你可能如果到了五六十岁 你还是像年轻小伙子那样子 血脉喷脏 然后呢 好像也不太一样 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说 你可能就不是那么成熟 甚至觉得说 那你以前的 就是总是年轻的时候会冲撞 然后刻刻碰碰的 对 那可是你再没有在这刻碰当中 好像是领悟到什么东西 那就觉得你可能是不是 白过了这段时间 那你就要 真的就要用智慧 那我所理解的就是说 过去那些我们听到摇滚 摇滚乐团 他们想要传达的 或者是他们的方式 我觉得领悟出一些这种 就是说 要做好一个真的是很棒的摇滚乐手 或摇滚乐团 你必须是一个哲学家 文学家 甚至是一个社会学家 还有一个表演家 甚至你对政治有你自己的看法 你才可以写出真的 有所本 我们讲说有所本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受西方 因为他们的这些音乐 是建立在真正整个社会上面 很真实的一些事情 他们也敢讲真话 是 而且还可以传唱 可以传唱 所以就说你会觉得 那个是如此的真实 至少就是是真 然后他也是基于良善的 这样的目的 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们希望去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大环境 所以他们才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做批判 并不是他们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很凶悍的 双腔作势 你就觉得这些人好像是不是 有事还是怎么样 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到六七零年代的摇滚 他影响之大 因为这些这样子的摇滚的 这种音乐 他产生了一个人叫贾博斯 他当初受到 产生了一个人叫做比尔盖茲 既然都是听那些 Bob Dylan 他们的摇滚 然后长大 然后受到思想上面的影响 以至于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是很多的面向的 不是很单纯的 甚至就是说 启发了他们的智慧 然后让他们体现在一个 他们自己就是未来的工作上面 给我们后面的这个世代 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摇滚乐 我觉得就以那个时候 摇滚乐来讲 对后期最大的一个贡献 是是是 我完全赞成 也许所以你真的讲摇滚精神 他就是一种很草 草根民族的精神 而且是创新去创造 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个时代总是有几首歌 甚至在美国跟英国 他们每个运动 当下都会有一首歌 特别能够讲出 那个时代 那个当下的一些背景 音乐的目的就在这里 因为他能够用一种传唱的方式 流传于人民之间这样子 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大家心里在想的是什么 所以你会有冲动 想写一首什么样的歌 然后去表达你对事件的情绪过吗 有没有这样子的 其实当年的 我最喜欢的歌就是 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觉得这个歌 其实有达到我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OK 在那个时候时代背景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 就是政治解研 然后社会氛围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想飞 对 就大家在企图寻找 就是那么积压那么久的这种情绪 企图在寻找一些出口 这个出口当然是借由 所谓的声音 所谓的音乐 或者是不同的声音这样子 那其实都是一个 企图要去把这个东西 一次倒出来的感觉 我想那个年代 我们也出现很多这样 像我这样类型的歌手 对于音乐圈来讲 我们是一种声音 无作政治评论 对政治评论 是一种声音 很多声音都可以讲了 等于就是大家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很多的想法都出现 很多的束缚 很多的像牢笼一样 它打开了 所以像龙中鸟之后 它就展翅高飞 对 然后我觉得小小鸟 正好是呼应到那样的时代 确实是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是赵船的新专辑当中的 老不休 也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回到来源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歌手赵船 船哥来聊天 对呀 我现在发现你笑起来真的很可爱 你一直都是这样子吗 我也从小我笑起来就是这样子 人家都觉得眼睛小小 笑起来眯 然后就觉得很可爱 以前小时候说很可爱 现在长大就说我看起来很 很慈祥 很慈祥 其实我认为我小时候是一个 内心很单纯很天真的人 但是就说经历人生一段过程之后 发现就说这个世界其实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爱 当然就有一段时间就会 就脸会比较 除非就是好朋友 或是比较熟人 我们就会比较把自己放开 他会比较保护自己 否则有一段时间其实保护自己 甚至就说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 是这个所谓的人性的阴暗面 这他讲到我很喜欢的乐团 叫Pink Floyd 我也是超喜欢他们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就是这个乐团 他这个作品 就是其实在告诉世人 就是说人性其实是有阴暗面 你看到月亮 大家都觉得好美 嫦娥 然后他这个花钱月下 但是大家忘记就是说 他那个背后其实阴暗的 他讲的其实就是在讲人性的部分 是啊是啊 所以我自己慢慢觉得 我自己觉得我还蛮有摇滚魂的 虽然看起来很不像 我很喜欢摇滚歌曲 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 真的会够深刻 就够深刻 对因为他打动到 就是真正的 我觉得西方的世界 他是就是说很多事情 就是他们就是很赤裸裸的 会让人家看到 那很赤裸裸 也就会很容易就引起那种 一个对立面的那种感受 觉得说 哇 怎么会这么赤裸裸 那所以就会很容易就会去碰撞出一些火花 就是对应 那种就是很真实的看法 这一种对应出来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 有时候像一把刀 你会觉得 就是他也还不满不留情的去做一些社会干扰的手术 或者刺激的把割开它 让你看到这个表象底下的可能真相 对因为我们可能就说华人的世界都比较没那么写实 对对没那么尖锐 有时候就比较伪善 伪装起来 或者比较喜欢平和 对那伪装起来之后 你就会变成就很多次真实面 其实是看不到 是啊 那所以你这样讲 就走走走 走到了现在转型之间 你也快60岁了 就人生的磕磕碰碰 对你来说到底意义在在哪里 我后来看到最近有一些报道也讲到说 人生挫折难免了 对不对 所以你刚讲到包括说 你觉得你看到一些 可能黑暗面 它可能是在音乐圈吗 很多很多圈 社会都有 对 包括你在感情上好像也 这个算不算受挫对你来说 也不是受挫了 我觉得就是说 就理解一个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上 很简单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理所当然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最大的感悟 活到现在 不管是工作感情 或者是朋友之间 或者是家人之间 这样子 或者说你对你的孩子 我们讲说孩子 我们常听那些教育家讲的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对啊 他是独立的个体 他当然是你的孩子 可是你要尊重他 他是他有独立的文革 需要被尊重的 对啊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我孩子 我把你当狗 当自己的财产 对 或者说我爱打你 那就没有理所当然了 那当然了 可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观念 是觉得这样 你是被打得长大的吗 我倒还好 我父母当然 我父亲管我很严 但我母亲 其实是蛮少的 就是打我们的啦 但我父亲是军人 他比较严厉一点 有社会 有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那是不一样的时代啦 但就说到一直到 这个成长的过程过来 包括整个社会的 一些教育 那让我领悟到 其实就是说 很多事情没有理所当然 你都得要去呵护他 经营他 去了解他 去想办法去守护的他 否则的话 对 就像你的这个工作一样 那你就是觉得说 不是因为说 你叫赵船 你做了唱片就一定卖 你不能因为说 你曾经卖的好 他永远就会卖 他就会永远卖 他还是建立着 这必须是好作品 他人家买单 觉得好听 才会买单嘛 不会因为 当然赵船 它是一个品牌 是 对 那我们讲所谓品牌 所谓的现在这个什么 智慧型手机 很有名的一个厂牌 他也不是每一支 每一个型号都是卖的很好 对不对 大家所谓的那些 什么粉 他还是会 看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不好用 可能销售量不好 销售量不好 他的股价就跌了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角度去看他 你就会理解到 现在这首歌曲 回不去了 人生很多事情经过了 也就经过了 就未必回得去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样往下走 我觉得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 其实 还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这个新的开始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蓝轩学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歌手赵船 船哥来聊天 那所以接下来 因为你 我们待会儿要播一首 你最后的一首歌曲 在这张专辑当中叫 人生大梦 你刚才一开始已经讲了 就是其实你希望是一个新的开始 第十四张专辑 所以对你的人生来说 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悟 跟大家分享的 比方说你做一个担心爸爸 或者比方说你作为一个 拥有一个老灵魂的摇滚歌手 等等 就是你会想象 六十岁以后 你又一直唱唱到几岁 老灵魂 那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老灵魂 就好像我这张专辑里面 有首歌叫有趣的灵魂 这个灵魂必须要变得越来越有趣 你反而越活越年轻的感觉是不是 甚至就是说老不休的这个专辑 是告诉我自己说 我们要越活越回去 在某些部分这样子 这很有意思 所以有些事情看起来回不去 但有些事情你要让它 越活越回去 回不去的事情 就是说有些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 就要珍惜当下 当你觉得有些事情 是当下你觉得 很棒的事情 你就要好好地珍惜 有些回不去就回不去了 就让它过了 人生不过就是来来继续 分分合合这样子 那你当然就是 面对未来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去做得更好 要做得让你过得更 就是说老好 老得更有趣 老得更健康 老得更睿智 这样子更开心 我觉得这个 才是未来真正 要走的一个方向 对你来说 你有经历过很痛苦的 这样一个增长 或是什么样的顿悟 才让你觉得说 你现在有这样的体悟吗 坦白讲 像譬如说 我成为一个单亲爸爸 很多年之后 其实一开始 当然就是说 会心里面会难过 这个难过 当然不是说 我要一个人来去面对 这个所有的事情 要当歌手 要当爸爸 当妈妈这样 最重要的是说 孩子们 他没有办法在一个 比较完整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 这样 这是我比较觉得 替他心疼的 觉得很心疼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 环境长大的 爸妈都在 我觉得蛮心疼一件事 蛮让你有时候让你觉得 比较心里面会有点拴除 他们其实都很早说 也都明白 他不得不面对这样子 当然你会觉得更心疼 对我个人来讲 当我在面对这种现实的时候 我是比较懂得因事利导的 这个就是现实嘛 那你还要怎么办 想办法去manage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去面对解决 就像我们是圣言法师讲的 对面对解决 怎么面对 譬如说煮饭 你会煮吗 我们是做的事情就是动脑子 你去找人来做 找人来帮你 当时就找一些松点工 告诉他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去执行 但有些事情不是可以去叫别人代劳的 对 当然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做 对不对 父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爱 父亲的是父亲的一种 妈妈是妈妈的一种 那你可以去取代妈妈的那种 对他们的温柔跟关怀吗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 在妈妈这个部分 他们还是跟妈妈有联络 需要的时候 他们还是可以去跟他那个 那当然属于爸爸这个部分 我当然没话说也做得到 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从一个乐观的角度看 我花很多时间跟我儿子 跟我小孩相处 尤其我跟我儿子 我们 第一个我们睡在一起 从那六七岁回来 从小睡到大 就一起睡在一起 睡到他已经青春期 他觉得他自己独立的这样子 不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其实 你知道就想 我们都想说 想往好处想 就是这里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 你这样满乐观的 所以你反而很庆幸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你不但不是一个 缺席的父亲 你反而更加的投入 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一个 应该就是说 也让我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更紧密 OK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你要做个人生大梦 你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的人生大梦 就是我唱歌了 坦白讲 我以前会觉得 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音乐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能够 但我没有 我原来并没有这样的梦想 当歌手 作为一个毕生事业 对啊 你有没有想过做别的事啊 我本来想开贸易公司 我以前就做贸易的 OK 然后当然那时候晚上就要做乐团 然后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好好就试试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 那会让你觉得 好像理所当然 我喜欢唱歌 而且我们又是乐团比赛得冠军 大家觉得理所当然 我们应该就是 会唱片公司来找我们签 然后我也觉得好像 OK唱歌对我来讲 不是难事 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 当你经历了这些唱片圈 你看到其实很多的 你想象中的不容易 那你会真的觉得 哇真的是这一场 这是一场人生大梦 其实 而且当然这场梦 做的还蛮开心的 虽然当中有一些小梦宴 唱片有时候卖不好 或者是经历一些事情 但总的来讲 它还是一场好梦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 所以找到喜欢的梦 就决定把它继续做下去 甚至我觉得 自己现在都还在梦中 这样子 还不想醒来 OK好 如果每一个人 人生都可以做那么一个美梦 而且这个美梦都可以不要醒 一路做到最后 哇那该多棒 对不对 好 所以呢这首人生大梦的最后呢 和大家分享 也非常谢谢 今天赵小蓝 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谢谢 拜拜